运算做好了 现在这个啊就简单了 来各位请看 请看哦 我们要把这张完成 这张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来我先请问各位 台北电第一季的营业额 我们回到第一季看一下 是不是这一个 你说吧 台中的在这边 高雄的在这边 好来注意看 我让台北电这一个 我点他一下 打上等于 然后 你去选第一季的工作表进来 等于哪一个 等于这一个 点进来 按个Enter 同学金额是不是出来了 你看哦 第一季的F4这一个 所以呢我只要往下拉 通通都出来了 有没有 29705 看一下 有没有 29705 而且这边只要有做任何的更动 比如说这边啊 给他100块就好 这边是不是盪下来了 272570对不对 这边一盪下来 我们看一下前面 是不是一瞬间这边就改了 好所以呢我再做一次 来我把台北电的第二季 我做一次咯 点到他 打上等于 等于哪一个 到底下的第二季 点一下 把这一格 点进来 这样就好 点进来 点到以后 记得按Enter就好 他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你只要呢 回过头来点到他 把他往下拉 这样通通都完成了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的资料都是火的 他们都是连结到第一季 第二季的资料 好来交给各位 请你把它完成 所以总表是很简单 总表只是去显示 最后的答案而已 好